三分局祝大家 同年大吉 福寿安康 好運攏來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連續第23年 親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致贈泡麵飲料 以及春聯合議員紅包 慰勞辛苦執行春節期間 工作的人民保姆 慰勞物品由分局長代表收下 希望大家齊心協力 做好各方面的 這些治安交通工作 那在這邊也呼籲 呼籲民眾 在有出門旅遊的時候 能夠跟我們 我們有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舉家外出的行簽 還有護超 張耿輝也呼籲民眾 經過警察分局 或是派出所 以及公車分站消防分隊等 這些過年仍然不休息 辛苦為大家服務的單位時 也可以向他們打個招呼 謝謝他們的辛勞 對他們年度來的辛勞 表達個人對他們的敬佩 以置意之外 最重要的話 就是在這段時間 也感謝這相關單位 對耿輝在衛民服務的協助 當然美容佳節被失親 總是說在春節期間 總是有一些留守的辛苦的 剛才我講的各單位 對於為我們在堅守的崗位 那耿輝最主要也是希望呼籲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不妨有經過以上我剛才講的單位 那給他們表達最肯定的支持 以鼓勵 隨後張耿輝和服務處志工 以及助理們 也到包括公車處分站 以及消防分隊等其他單位 製政春節慰勞物品 為大家加油打氣 公車處 祝大家 榮鳳誠祥 和家幸福 新年快樂 今年總共慰勞包括錦銷及公車處 和環保局分隊 巡守隊等24個單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